这是一起发生在2003年的高智商越狱案件 这两名杀人犯用一根巨条几颗螺丝 居然凿开了混凝土房顶成功越狱 整个过程耗时三个月 精细的伪装和缜密的心思 堪称现实版萧生克的救赎 他们究竟用了哪些神操作 又是如何做到天衣无缝的呢 本期视频牛太长带你一探究竟 位于美国纽约北部的爱尔麦拉监狱 关押着1800名重刑犯 他们人均背负两条人命 刑期最短的也有20年 他叫特林普犯故意杀人罪 面对长达49年的刑期 他非常不满 于是决定干一场越狱大逃亡 特林普精通机械和建筑 他很快看穿了牢房的结构 并制定了一条越狱路线 监狱的外围没有防护网 这位越狱提供了前提条件 牢房共计三层 阁楼中有一条通风管道 也就是说只要凿开顶楼的天花板 进入阁楼 就能沿着通风管道爬到楼底 再通过自制缆绳爬下来 就能成功越狱 但现在问题来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和伙人 执行如此严密的计划 仅凭特林普一个人很难完成 另外牢房的位置也是个问题 特林普的牢房在一楼 他需要换房到阁楼正下方的牢房 才能开始操作 于是他看中了另一名囚犯 他叫萨瓦迪 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25年 这个人看起来比较靠谱 更重要的是他的牢房是个双人房 而且就在阁楼的正下方 特林普找了个机会 和萨瓦迪表明了计划 两个人一拍即合 特林普和御警提出的换房申请 也幸运通过 到此合伙人和牢房的问题顺利解决 接下来就是越狱工具了 监狱对违禁品的把控非常严格 搜身和查房更是常有的事 工具的获取难如登天 正当特林普一筹莫展时 幸运女神意外降临 他被御警带到了木材加工室 被要求做一些装饰品 而这里正是盗取越狱工具的绝佳地点 俗话说 高智商的越狱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作案工具 铁具锤子显然不现实 于是特林普看中了几枚螺丝钉 靠几颗螺丝钉就想越狱 这种看似荒谬的招数 这名囚犯却给御警上了一课 他把四颗螺丝放在腰间 再用胶布固定好 为了吸引预警的注意 他还故意拿一幅画当作掩护 顺利门混过关 为了掩人耳目 特林普和萨瓦迪把床挪到了牢房门口 再用毛巾挡住床头的视线掩盖作案现场 他们一人负责放风 一人负责凿动 闲下来就把螺丝藏进踢脚线 拿张黑纸遮住洞口 用颜料涂抹均匀 至于碎屑 小块的丢马桶 大块的则丢进垃圾桶 凿动虽略有成就 但问题是这种方法费时费力 按照这进度 猴年马月曾能凿通 特林普突发奇强 趁第二天工作时 涮走另枚废弃刨木机的手柄 这个块头比较大 被搜胜的概率也很高 于是他和萨瓦迪串通 理应外合将手柄带回了牢房 有了手柄的后桌力加持 他们的进度快了许多 但就在这时 一根钢筋赫然眼前 特林普瞬间懵了 千算万算 没算到还有这个 问题是 螺丝钉显然找不开钢筋 他们得重新寻找工具 特林普把目光聚焦到 立材废弃的切割机上 从上面顺走一根锯条 应该问题不大 但监狱大门有金属探测器 随身携带肯定会落下 特林普脑洞大开 他用香烟内部的锡箔纸 将锯条牢牢包裹 然后重新放回 伪装成香烟 为了防止探测器误触 预警会在侧门 单独检查金属类物品 特林普找了名老熟人 预警检查 顺利过关 回到牢房后 套牙刷做成手柄 套在锯条上便开始锯钢筋 锯条炖了就重新加热 保持刚性 手柄坏了 就再找一个新牙刷 幸运的是 钢筋只需要锯端一端即可 另一端可以通过 反复弯折弄断 钢筋的成功取下 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特林普趁热打铁 终于在第14周 成功凿开了一个洞 但正当他们准备庆祝之际 预警突然开始了随机检查 天花板 墙壁 马桶 都在检查的范畴中 一旦被查到 越狱计划就得原地泡汤 预警来到了他们的牢房 两个人紧张到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但所幸的是 由于他们平时表现良好 从不惹事 预警只是随意翻动了几下物品 就在清德上打了钩 预警走后 他们紧张到呆坐了半天 特林普心里清楚 如果再不抓紧速度 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特林普准备冒险一试 他看到一把用来挡门的废弃铁锤 这个物品没有备案 而且用来砸墙再好不过 他将铁锤装入背包 然后使用之前同样的招数 和那名老熟人预警聊天 门混过关 但问题是 铁锤砸墙这种最古老的越狱方式 真的能奏效吗 别急 他们两个人的神操作 绝对堪称现实版萧生科的救赎 今天是国庆节 监狱外面都在燃放烟花爆竹 这是砸墙绝佳的时机 随着爆竹声的响起 特林普便跟随着节奏 继续开凿天花板 这一次效率高了很多 只用了短短几十分钟 便砸出了能够通过的洞口 为了防止预警发现 他们将报纸揉成团 用胶布缠绕 甚至还割下了自己的头发 伪装成两副模拟人头 塞进棉被 这招狸猫换太子果真是一绝 洞口的钢筋和碎石很锋利 他们将凡士林涂变全身 然后将塑料布包裹洞口 这样就能顺利通过了 做成一根简易版的吊绳 然后二人在玉井例行查房后 便脱去衣服 带好缆绳钻进了洞口 阁楼中的布局和特林普 猜测的一模一样 他们撕开了通风管道的铁皮 一通爬行后来到了管道出口 随着百叶窗的拆除 二人顺利来到了监狱房顶 他们找离处探照灯的盲区 趁着夜色甩下缆绳 沿着墙边缓缓爬下 至此他们成功越狱 最后问题来了 你见过智商最高的越狱方式是哪种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好了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带你见识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